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生活的很好 那我当初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宏图大致 那个时候只是想自己给自己一个放松器 然后看看有什么更好的项目 更好的什么可以去做 那么那个时候谁都没有想到 会慢慢的惹上政治 在清迈 有一个晚上在清迈城北 有一个晚上在清迈城北 遇到了 就是遇到了 有 大概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然后呢带了一个孩子 然后呢在前面跑 然后后面呢有人追 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停下来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爱管贤盛啊 然后呢我听得很清楚啊 那个女的是在讲中文 那个男的呢 呃比较无奈啊 那么我呢那个时候我就上学 我说啊 我直接就问我打本啊 就就你发生了什么 啊 然后呃没有想到人家就中文跟我说了啊 就是说那个 呃 后面的其中有一个男的 就是在调戏他老婆 就是那个呢 其实是泰国的一个 呃这种华裔 呃就是 也算是华人啊 但是呢 他可能在泰国 呃生活了很久啊 然后呢 有那个对方就叫我不要管贤盛 那我这人又比较乐意管贤盛 啊 然后我就冲上去啊 去那个 然后他说你早打 呃 然后后来就跟他打了一下啊 大家都知道我学过权了 哈 所以跟他有一个切磋 切磋了以后呢 他又找了人 那我呢只能 找朋友报了警 只能 马上找身边的人啊 报了警 报了警警 警察来了以后呢 因为我在泰国其实也耕耘了几个月啊 各方面人际关系都还不错 那么有一个朋友呢 其实跟呃 泰国的这个市政府和呃 清迈府啊 和清迈府的一个副市长啊 一个副的叫副市长啊 啊 还有呢 跟警署的一个人呢 关系比较好 然后呢 我就解释了一下 那么呃 出来以后呢 我就让呃 这对夫妻和那个呃 他女儿呢 到我的那个民宿啊 去留宿一个晚上 因为反正你空着啊 就空着 是吧 然后呢 但是呢 就是唯一就是有点清洁费用了 那清洁费用有的时候反正也自己说不过去 就自己往里面贴个一百株吧 反正大家都在这么做嘛 啊 有的时候呃 有的自己朋友来啊 我们自己往自己里面啊 就是如果有 那如果住满了 那我们也不住在这里 如果没人住啊 那我们反正往里面贴个一百株清洁费也就算了 反正都是朋友啊 都是呃 和都是合伙的 反正大家都都没有往里面捞钱 就是这个意思 呃 那么 呃 我询问了一下啊 他呢 其实主要是呃 贵州一个村的 一个村子里啊 他太太确实长得比较漂亮啊 我看到他太太我也喜欢啊 长得又漂亮啊 各个身材也不错啊 女儿也长得很水灵啊 呃 那个女儿 女孩七八岁 女孩可能跟我孩子那个时候是同龄 呃 然后那个男的呢 其实原来的时候是还好 呃 男的呢 读到高中毕业啊 然后那个女的呢 是中专啊 然后在贵州呢 那里在家里啊 然后呢 就是村里有个恶霸啊 叫村子里的那个恶霸的 就是亲哥哥 是他们所在那个贵州某一个镇的啊 一个派出所的所长 副所长啊 然后呢 那个恶霸呢 就经常啊 语言啊 就调戏他老婆 那么他呢 原来呢 是在贵州的一个市里面工作 那他老婆 和孩子呢 在家里留守 那么这个村里的这个村匹啊 就过来调戏他 那么他呢 就放弃了工作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以后呢 那个村匹还是要调戏他 调戏他呢 两人打起来 打起来 就是农村里不是有个锄头吗 农村里啊 不是有个锄头 锄头呢 就咔 一锄头呢 就把那个村匹的那个绞筋给给给一绞 那么绞呢 就残疾了 那么村里面人就派出所所长呢 就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就要判他 要要要要以什么什么罪判他 那么他们两个呢 就选择了 逃到那个海外 逃到泰国 那么可能这里面还很复杂 我反正大概是这样一个情节 那么我呢 就当初的时候呢 我就给了他 我就给了他几千株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就三千泰铢 三千泰铢 那么后来反正是长平南骨嘛 他们也到了那个曼谷啊 也去那个就是申请UAN身份啊 就是联合国难民的那个身份 后续我其实跟他就再也没有联系 我就给了他三千株 三千个泰铢 三千泰铢是相当多少钱呢 六百块人民币 后来呢 听说呢 他呢 老婆呢 在他和他老婆 老婆长太漂亮 关键 他和他老婆呢 就是在曼谷申请的UAN身份以后呢 在曼谷呢 也老婆好像是 不知道被人怎么了 被人糟蹋了或者怎么样 女儿呢 也被人拐走了 那么他自己呢 因为一个文弱 比较文弱 那么他后来听说是买了一把这种 就国民党时期老式的这个手枪 从泰国翻回 从泰国回 从缅甸 翻回 中国大陆 那么 再返回中国大陆的时候 被边防武警按下 按下的时候呢 那把大概大概是他的那把老式手枪呢 就插了个枪 走了个火 然后呢 又打中了就是 边防武警的就把一个边防武警给误伤了 那么后来就是问他买枪的钱是哪里来的 什么人在泰国给过你钱 好 我呢就手当其冲 他们说有个 有个过个辫子的绍兴人 在泰国开民宿的 给了他三千株 他那把枪买的是说是说买买的枪是说八千多株 但我给他的那个钱三千泰租 跟他所买枪的那个八千多株啊 这个时间啊 差了隔了八九个月 你哪怕是换成的是米饭吃下去 拉出来吃下去拉出来都三四个回合了 那么我确实呢 在泰国确实帮助了不少人 前前后后啊 从我手上拿到过钱的人也不少 有一个人在那个曼谷死于癌症 欠着医院的钱 后来没法火化 那火化的钱是我拿出来的 那医院里的分期付款的那个钱是我帮他还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华人 你死在海外 连火化都火化不了 这个呢 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我给了大概是一万五千株吧 火化加上不知道他医院里的钱 他还有没有还啊 我也觉得啊泰国的医院啊民主国家也泰国也算是半个也不算民主国家但是比较开明嘛 啊开明的国家啊他他还是给啊这些没有身份的中国难民啊还是给了他的治疗啊这个钱呢 我觉得是应该还啊结果我就给了一万五千株啊那有个独立中文笔会的啊跑到泰国以后啊申请了难民以后生了孩子啊然后呢 没有奶粉啊我也给了那么有些啊所谓的那个民运人士啊跑到泰国啊生活无忧啊我也给给给一些啊我那是只能是就是给个几次啊因为中国有句话嘛叫长平难过 那么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做这个事在我想来啊根本跟政治无关啊在我想来这个属于好人好事 是吧从小的教育啊在我看来这些都属于好人好事 但是他们说啊但是我返回中国的时候啊西湖区公安局的副局长他找我啊他说这些人基本都是啊 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公共秩序颠覆国家政权的那我跟但是我只是支助他们让他们吃饱饭 是吧我只是给点给个两千就四百人民币 我只是让他们吃饱饭而已 仅仅是给他们有有有个几天的饱饭吃而已 这是最基本的人道帮助啊但是没想到就这样啊 我在反我在因为拍了房子啊我在返回中国大陆的时候啊 我被西湖区的公安局啊叫到了分局啊 那么这接下来的故事啊我跟中共的这个啊我本来是一个体制的受益者啊 我怎么变成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啊我们下回再说 好我是尹柯我希望每一个观众都可以订阅我的media并且给平台点个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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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